以目前来讲其实是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现在对于国会的专家在统计上 在modeler这些模式的专家里面 最近像澳洲的他们的看法是说 大概有到100万个 其实他是讲到整个疫情的缓和以后 大概是有100多万人是会死亡 那以美国在西雅图那边的UW 华盛顿大学那边的算法是说 到今年的4月大概是有 会有500万人死亡 不是0.5命令就是50万人死亡 可是如果是持续下去了 到今年年底的时候会有160万人死亡 这是工具 那我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数据来讲 因为事实上感染的人数现在完全不清楚 刚才你们有提到过去药核酸前那时候 可以查得很清楚 现在等于是一切都不查了 所以不查的话 那其实感染的人数不知道 你知道死亡人数有多少 知道重症的人数有多少 可是倒回去推的话 这个推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推 比方说这个病毒多严重 治病率多好都大不清楚 不过如果就以美国的例子来讲 因为美国它是国家 它是有三亿人 那中国有四倍的人口 美国如果是以美国这样的做法 美国它也有它的它很大了 在每个地方做法也不一样 也不是大家都做的一样的 每个地区打了疫苗也不见得都一样 那么给药的方式也不见得都一样 那以中国的话呢 它自己因为三年来没做什么特别的准备 就是一项子准备是清零就会没事 这样一下子放下来的话呢 这个情况会怎么样 我们就以如果说是以一个美国的情况 算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最好的情况来看 那美国有一百多万人死亡 那中国大概最最以美国的例子来看的话 至少可能会有四百多万人死亡 在最后不是讲目前 那如果说这个病毒的治病率轻一点的话 可能一百六十万两百万 所以我想一个到后来的话 上限可能是四百多万 下限可能是两百万 或者是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 主要大概是这个数字 我的猜测是这样 完全是猜测